讲好农业重养殖 分享农村真实生活 大家好 这里是三农雷哥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适合咱们农民朋友可以干的暴力的小商机 这个小商机呢 手里边仅仅只有12300块钱 就可以起步进行去干 利润呢 堪称为暴力 因为常本仅仅只有五毛到一块钱 最低可以卖到八块钱 高达15元 有的人通过一下午的时间 就能够赚到最低三四百块钱 高达八九百 有时候一晚上的时间呢 都可以卖到1400元的一个纯利润 如果屏幕前的朋友您的比较迷茫 不知道干什么为好的情况下呢 要不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看看这个小商机 你是否能干呢 随着我的镜头 咱们看一下我在现场给大家拍摄到的视频 通过这个视频呢 我相信大家 咱们已经都看得出来了 这个小商机呢 和咱们摆摊都是CC相关的 这个声音呢 可以说 它只要是一出摊 它的声音都是非常的爆火 是吧 朋友们 同时呢 咱们通过视频 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老板的年龄并不大 90后的一个小伙子 手里边呢 拿着一个西瓜 这个西瓜干嘛呢 又把它给切碎 切碎之后呢 往上面搞了一些 一个牛奶 搞了一个牛奶 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做的是啥呢 咱们仔细的再看一看 它的动作特别灵力 动作特别的快 一般情况下 也就是说 制作时间 不会超过十分钟 就可以搞成一份 就会搞成一份 朋友们 做的什么商品呢 咱们通过视频呢 咱们应该都能够非常明白了 也就是说 水果的奶酪 水果奶酪了 可以说 它很多水果 都可以来进去操作的 在我在这里 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可以说 排队的人也都特别多 尤其是小孩子 其实这个商品呢 卖的就是小孩子 喜欢吃的一个东西 是吧朋友们 小孩子正在排队 当时呢 我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我问了 我说像你这个成本 是非常低的吧 结果老板他就说了 他说 看哪一种水果的奶酪了 有的不一样 比方说西瓜吧 西瓜的话 西瓜现在都非常便宜 我们河南的话 就是几毛钱一斤 好的话一块多一斤 一个西瓜十多块钱 至少可以卖到 将近一百块钱 利润翻多少倍 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会算 有的水果成本高一点 比方说有的是桃子 还有就是南瓜 还有其他的水果 反正都可以来进去做的 有的成本低 有的成本高 所以说在视频的开始 快大了收获了 五毛到一块钱的一个成本 最低是卖到七八块钱 最高可以卖到十五元 利润是相当高 好朋友们 是不是 此外呢 大家都非常清楚 现在天气比较热 摆摊呢 也是一个辛苦活 必须不能怕吃苦 吃苦的话 你肯定干不了这个活的 是好朋友们 还有一点 现在天气热 逛街的人 小孩子 老年人 大多都是选择 下午要么就是晚上 在我给他拍着视频的时候 他也说到了 有时候反正是 一下午的时间 最低可以卖个三四百块钱 赚个三四百块钱 最低的 最高呢 基本上可以赚个八九百 甚至一千二 一千三百元一天 说不准哪一天 人量大的话 还能赚个 一千五六百块钱的输入 不错吧 朋友们 这样的生意呢 可以说 比咱们干其他的行业 要强很多倍 最主要的就是 投资少 而且利润 回报都得特别的快 每天都见到现金的 是不是 朋友们 比咱们搞重生养殖 那来千块 又简单 基本上 这个动作呢 一看就会了 是不是 朋友们 就这么简单 做这样的一个小买卖呢 可以说 投资下来 在我给他拍摄视频的时候 他也说到 他刚开始投资个 一千二百块钱 就可以干 投资一千二百块钱 就可以进行去干 基本上两天 基本上就能够回本 他今年呢 从今年开始干的 第一次干这个生意 第一天的收入 今年只有五六百块钱 那也比较不错呀 是不是 朋友们 最多的就是利用高 他每天都在干 这个生意呢 基本上全年都无担地的 每年都可以进行去干 每天都可以进行去干 就是看你愿不愿意 从事这个行业了 是不是 朋友们 以上呢 就是简单地给大家所分享的 一个比较暴利 而且非常赚钱的小买卖 有的人都说了 哎呦 这个摆摊啊 这个小摊子啊 才是最赚钱的第一份生意 屏幕前的朋友 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 落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呢 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咱们不讲不散 拜拜 拜拜